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在67年的7月5号 下个月就满了 41年进到42年 来到鸿海那时候我是第一个人 没有模具厂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的机会 所以我记得到鸿海来的时候 还没有机器 买了第一部的春颜磨床 哈佛洗床 洋铁的车床 我们做的角色是副补的 他是做生意 所以我在董事长面前 有一很巨的很重要的名言 有一天我说董事长 韩打很难 你是韩打的人 但我是扮演是专门打手的 因为我懂技术 董事长不懂技术 我是韩打 董事长韩打 我说你打到什么地步 是断一条腿还是少两条腿 我就打到正好 所以我搞技术可以做到这样 我总是可以拿些董事长 要的是什么 他的客户 他的产品的需求 产品是做样品还是做大量生 还是把模子卖掉 这些所有的要思考 然后去做一个最适当的决定说 我们做的模具 要做到什么样 是最佳化的 他跟客人不认识 他可以想办法跟客人 想要做一家客人的生意 他想办法坐他一般飞机 坐回美国 在飞机上坐在隔壁 他居然做到这样 他会设计这样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进大陆 我们住饭店 董事长叫我去 淋流到商务处去看Facts 他没有写下重点 然后他知道说 今天这个饭店住了哪些公司的人 在谈什么事情 我们开会 我们应该怎么来去做 他的毅力真的是了不起 他的感觉很好 你感觉决定这样做了 他不容易去改变的 始终就是不会改变的 他决定做了 他一定会想出客户一切的困难 去找出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我讲说找客户 我还想认识他 做他这家公司的生意 他就有办法去做到 接到工作 但很重要的是 要有一个人帮他 他讲出来做出来的话 讲出来的东西 到底有人把他做出来 我就是那个人 这位飞行四十年来 他想要做的东西 我始终没有一次漏气过 就是把他做出来 这一生你不要看 我觉得很有价值 在早期做黑白电视机 十七寸 然后彩色的才有才做 十七寸 十九寸才做彩色的十七寸 那时候电视机是木头框子 电视机带我们进来 这个第一桶金 然后再来就是做 Atari的这个TV Cam 我们赚了不少钱 所以这个是 然后接着我们就是做了连接器 所以那时候电话系统 连接器也全做完 这个 然后Atari带进我们去做 电脑的连接器 后来我们就 我们西四业运气很好 这个做苹果的争议 从iPad Nano开始 John F.叫我们 叫我这个单位 要做零件生产 所以我们才 本来我们就是做 做模具制造而已 那后来 从那个开始 我们有机会做到产品 就是从iPad Nano iPhone 1一开始 一直做穿 就全部给我们做 iPhone 1一直到 到7、8、9、10 iPhone X 接着也是 iPad也是我们做的 苹果是这样 它这个产品 它的外观要求是不一样的 John F.跟他很熟 他追求 他的外形都很简单 我知道他的精神 就是追求材料的原始美 把它表现到极致 就是他的 他唯一的 没有什么太多想法 所以G5的时候 那个四方方是旅做的 旅做很麻烦 这么大一台机器 又有重量 又不能任何的刮伤 还有苹果 他对Edge非常要求 就是这个脚脚非常尖锐 但又不能割手 割伤手 而且是品质要求 这么大量的生产 要品质保持一致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一开始说浪费很多东西 我就去观察 事实上要由技术来解决问题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整天也在工厂里面 董事长那时候确实也了不起 每天再来寻找 那我总是董事长的小丑 当小丑也很好 领领遮羞肺 也是不错的 每次他都要做给别人看 拿我的手去刮 不是他的手 是我的手去刮 拿我的手在桌子上磨 他要求就是大家最重视 这个产品的良品率 他必须要靠每一滴 每一点每一滴的这些细节 去做完美 去做到让产品在过制成当中 所有的制成没有任何的 减少伤害 减少破坏减少所有这些 所以因话就要去做到最好的 过去在工资很穷的时候 你不要看 我们那时候公司生意很好 但是没有现金 那时候我们大陆 刚开放设了厂做装配 用那边大量的人力 好快 台湾那时候我们的模具 是冲出来成品配成套 用货柜送到大陆去 所以大陆就是打开货柜 把这些零件配套的 把它装成成品 之后再送回来 所以你要知道 一个货柜的零件送过去 每天要一个的话 海上要五个 所以台湾曝光一个 大陆曝光一个七个 你想想看 我们的钱全部在海上 后来董事长才叫我说 你必须要去大陆设 设零件制造的能力 不能都只是做装配加工 但是零件制造 首先模具的维修 做个模具的制造就要开始过去 他事实上九零年他就去了 那后来在九三年 九二年的时候董事长跟我讲说 这个他三西老家能不能做什么 工厂 或者在那边做什么东西 我的妈 我说九二年的三西进城 你知道那什么样子的环境 所以当然我也正好顺水推舟 我就在他老家设的第一个 精密模具人才培训中心 那时候公司爬的速度真是快 所以要没有那个学校 真的是我们生物专业没有今天的结果 那时候你知道大陆九三年九四九二年的时候 学校他们是包分配的 所以你要他们的学生到你公司上班 他说你骗人 你是不是把我们姑娘骗去上夜店 男人骗去当海员 真的 那个学校不放人 所以那时候我是每次要去每一个学校 去上课说明这些 告诉他们远景他们来上班 那个早期是很辛苦的 很高兴我们这一生也够 所有的产品 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都在我们手上完成 从黑白电视机到所有的最新的产品 最新的最好的产品 最美的产品都在我们手上完成 这个一般公司没这个机会的 我觉得这是我跟他相处 这四十一年 我觉得无悔无恨 这个完全就是觉得 而且我们两个绝配